老公家拆迁了 假如我是个伏地魔 看看他是什么反应 老公 那个我听说你老家拆迁了 前两天是 赔的多少呀 赔的不到四百 八三百多点 那我跟你商量个事 说呗 你看我弟不是刚交了一个女朋友吗 咱俩不是见过吗 长得挺漂亮的 但是这女方说吧 结婚可以 但必须得有房有车 你看咱拿出来一百给他应该够了吧 不是他卖房买车 关咱俩什么事 咱俩不是夫妻吗 那我弟不就是你弟吗 咱俩帮帮他怎么了 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 我娶媳妇是靠我自己努力娶的 他娶媳妇凭什么让我出钱 再说了拆监管是我爸妈的 跟咱俩是什么关系 你爸妈的不就是你的吗 那你的不就是咱俩的吗 我就这一个弟弟啊 帮帮他怎么了 你这话说的太漂亮了 他是圈胳膊少腿啊 还是脑子有残疾啊 钱不会自己挣吗 还是跟钱无缘啊 我帮他那是算什么事 算我如骨吗 他媳妇陪他过两天 再陪我过两天吧 我跟你讲 你惯着他 我可不惯着他 你什么态度呀 我就这态度啊 你要是感觉我不帮他 咱俩就没法过了 我就拿这个钱 直接娶他媳妇算了 说得好 我最近看了个太多的私人 做为女人 你说我都看不上去 所以我就测试一下 看你什么反应 我就是这反应 不过你刚才说 你要娶了媳妇算是怎么回事 感谢你的点赞评论与弹幕